第517章 推动历史的巨轮 小说都重生了谁谈恋爱啊 作者 错哪了 八点是公司刚刚上班的时间 大部分的人都还处于半梦半醒的困顿状态 一整个哈欠连天的 早起傻一天这五个字 是真的有科学道理的 只是当他们看到那刺眼的蓝黄双色时 整个活一下子就全都醒了 甚至有些喜欢踩着点来上班 人还没进公司都已经傻在了路上 因为这些广告几乎都布局在了最好最显眼的位置 只要稍稍抬眼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尤其是纯色图片加纯文字的简洁画面 让人一瞬间就能记住这两款APP 这怎么可能 支付宝和拼团 这玩笑开大了 大众点评总部的落地窗前 众人眼神微正 每个人的脸上几乎都有同款的疑惑 在整个过程当中 还有不少听到消息过来的人 嘴里喊着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 然后来到落地窗前 顿时就将在原地 负责市场方向的赵正杰 是和拼团接触最多的人 自打拼团入住京都 就没睡过好觉 昨天晚上总算高枕无忧了一次 但这一刻 他就好像看到一座高山他在了眼前 一瞬间压垮了之前整个总部所有的自信与振奋 或者说是一场突如其来凉意零下 从头到脚 拉手 糯米和大众点评 全都和拼团抢过市场 最后全都输了 换句话说 他们根本没有和拼团正面交锋的实力 眼看着团购大战接近尾声 他们唯一的机会 就是借助移动支付的壁垒 获得胜利 但此刻 所有的一切都变成泡影了 而刺破这泡影的 就是这蓝黄两色的拼接 陈嘉欣此时已经收回了目光 拧着眉 内心中一片恍惚 从户上到京都 其实这位看不起男人的铁娘子 已经被江琴的手段折服过很多次了 但这一次 陈嘉欣是绞尽脑汁 也想不到他是怎么做到的 拼团和支付宝 这明明是最疯马牛不相及的一个组合 最后竟然走到了一起 怎么会这样 是哪里忽略了吗 陈嘉欣名思苦想了半赏 转头对着张力嘀咕了一声 张力听完之后一愣 立马从落地窗前离开 半赏之后 他又从走时的方向回来 冲着陈嘉欣轻轻摇头 杨学宇此时也收回了目光 陈总 怎么了 我刚才叫张力去看了 支付宝还没有接入拉手网的APP 杨学宇一脸惊恶 心说这是什么道理 自家投资的公司没用上自家的服务 转头去支持竞品后公司 他沉默许久 发现陈嘉欣一直在看着他 然后就面色凝重地掏出手机 当场打给了拉手网的罗宾 如果没有拼团 大众点评和拉手绝对会是对手 但现在支付宝接入了拼团 那就相当于统治团购市场的暴君又回来了 不 不是回来了 是他从来都没离开过 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众和拉手都不用开会商量 自然就有了一层盟友身份 没多久的功夫 罗宾那边的电话就被接通了 听他那句味就知道 他现在正拼命压抑着庞大的负面情绪 罗总 你在哪 总部 你回京都了 嗯 其实奇怪的事情 昨天下午就发生了 那时候 拉手网的技术部经理 推门走进总裁办公室 说航程的同事 看到了拼团的六人技术小组 入住了阿里 当时的吴博听完一愣 没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直到他反应过来 脸色才忽然一变 但仔细一想 他又觉得不可能 因为逻辑不通啊 亲儿子不帮 去帮陌生人 还在陌生人揍亲儿子的时候 递棍子 这操作谁想得通 于是 吴博立马买了最近的一趟航班 打算前往航程 亲自去看看情况 但所有人都没想到 事情会发生的那么快 几乎在一夜之间 四座一线城市的大街小巷 全都铺满了拼团和支付宝联合广告 崔一婷此时正站在街头 看着满城的天蓝色与明黄色 内心震撼不已 久久不能平息 似乎能看一束狂热的火 逐渐开始燎原 哪有什么跨不去的壁垒 拼团又一次领先一步 他忍不住想起和叶子清最后一次见面 也就是今年的六月份 叶子清整个皮肤状态都变得很好 没有黑眼圈了 也不冒斗了 他说跟着江青做事 永远有一种在革新时代的感觉 而且不急不慌 能把教税得很薄 罗总 你知道拼团和支付宝的事情了 嗯 知道了 这件事太突然了 我们整个总部都乱了 咱们是老朋友了 能不能告诉我 阿里是不是入股拼团了 是有这个打算的 但是被江青当场拒绝了 杨学宇难以置信 阿里没有入股拼团 却为拼团提供了支付服务 你们还不知道 罗宾沉默了许久之后开口 如果他们比我们签得早呢 什么意思 移动支付计划 我们是上半年才有的 也是通过投资经理 接触了支付宝 但拼团和支付宝的合作协议 并不是近期才签的 杨学宇听着电话里的声音 皱了皱眉 提前签的 罗宾恩了一声 提前了多久 两年 我说的是真的 拼团和支付宝的合作协议 是09年10月签订的 杨学宇听完后 脑子嗡了一下 后几辆顿时窜上来了一股麻劲 然后传递到握着手机的墨烧神经 团购行业到现在为止 也才只发展了两年啊 那时候 支付宝还没有牌照 连团购市场还没成型 他们怎么合作 老罗 你喝多了 说什么胡话呢 听我说完 我们老板知道支付宝和拼团的事情后 也很震惊 连夜赶去阿里 何时情况 然后呢 然后老板见到了那份两年前的合作协议 庞总说他们为拉手提供支付服务已经违反协议内容了 但他们还是顶住了压力 所以前期没敢走漏风声 杨学宇的手机是免提状态的 毕竟是给对手公司打电话 在这种公开场合 免提是必要的 而听到罗宾将整件事说完 他和陈嘉欣全都陷入了无尽的沉默当中 大公司都非常注意自己的诚信形象 尤其是支付宝这种第三方支付平台 因为涉及真金白银的交易 更不敢毁约 江晴就是用了一个跨度足够漫长的时间差 直接提前一个版本来做布局 在所有人还不存在移动支付这个概念的时候 搞定了最难搞定的事情 说起来 GIS服务好像也是一次先手一年的布局 可是这也太离谱了 他觉得历史的巨轮好像不是自己向前的 而是被江晴踢着向前的 09年 我们09年5月份才刚刚建站 陈嘉欣回到了办公室 坐在椅子上向后看去 发现即使是在这里 自己仍旧可以看得到拼团和支付宝的广告 当初被拼团从户上赶回来 又被追杀到京都 铁娘子的内心充满了挫败感 所以 他就把自己的办公室换到了这边 可以每天都看到拼团的广告 以激励自己 不要松懈 迟早把该还的还回去 现在该还的没还回去 又来了一份大的 正在此时 陈嘉欣的房门被推开 市场部的赵正杰 卖部走了进来 递上了一份辞职信 然后轻轻朝他鞠躬 脸上带着歉意 陈嘉欣是市场部出身 可以算是赵正杰的老领导了 见到他要辞职 还是忍不住想要挽留 不要那么冲动 这个我就当是没看见 你拿回去再好好考虑考虑 陈总 我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 赵正杰说得很干脆 话音落下之后 还把头转过去 撩开了自己的头发 陈嘉欣愣了一下 发现在他脑袋的右下方位置 有一块大小和形状 都像是鸡蛋一样的区域 已经完全没有了一根头发 光滑的有些亮眼 赵正杰叹了口气 自从拼团来京都 我就没睡过一天好觉 陈总帮我批了吧 陈嘉欣沉默了片刻 给他签了个字 然后背过身去 再也没有说话 下午时分 又有几个人来到了 陈嘉欣的办公室 递交了自己的辞呈 表示自己 不想再面对 接下来的拼团 这一次 陈嘉欣直接选择离开 谁也不见 而杨雪宇和罗宾 又一次坐到了茶馆里 半个小时的时间 充满了一整个烟灰缸 支付宝要接入拉手了吗 嗯 明天下午正式开通服务 支付宝那边和我们谈过 希望我们可以 帮他们普及二三线市场 经费由他们出 杨雪宇沉默了一下 我到现在才看清 原来支付宝 才是最大的赢家 罗宾看他一眼 不置可否 拼团是一线城市 占有率最高的团购网 支付宝和他合作 算是直接走上了推广的快速通道 拉手网是二三线布局数量最多的网站 支付宝又要利用他 快速普及下沉市场 他们在团购大战里 掐着脖子打 看这个是敌人 看那个是敌人 可直到事件结束后 跳出来再看 他们才发现 大场的世界里 根本没有敌人和朋友的概念 只有利益 仔细想想 其实拼团这一路走来也是这样 从不树敌也不针对 只专注于连吃带拿 拼团虽然现在体量赶不上那些大场 但其实风格已经很像了 他也是在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 来发展自己 包括你们拉手网的鸡蛋 江秦 帝王之姿啊 只是和阿里走得太近了 恐怕会有危险 杨雪宇看他一眼 怎么说 罗宾放下手里的茶杯 你看拉手的精力就知道了 我们答应他们入股 补全他们的生态 但他们从不把我们当自己人 连支付宝和拼团的战略合作都不知道 那拼团对阿里来说呢 没有入股 无法控制 这会是阿里的心病 他们迟早要对拼团动手的 相比较而言 我觉得江秦的选择并不明智 他如果倒向腾讯 也许不会这么危险 只是财富通有点不行啊 到现在连推广的动静都没有 话音刚落 罗宾的手机 忽然弹出来一个新闻弹窗 来自于很新潮的今夜头条 他随意扫过一眼 眼神瞬间凝固 许久之后都没有动静 怎么了 杨雪宇有些奇怪 我收回刚才那句话 江秦牛逼 是我坐井观天了 这他妈真的是20岁 罗宾举起手机 给杨雪宇看了一眼刚才的那条新闻 全国大学生论坛 知乎与腾讯旗下 及时通讯 ABU微信 达成战略合作 声称将重新定义移动社交领域 今天集合 去参加阅文年会 最近五天的更新可能不稳 大家多多见谅 本章完 会参加阅文年会 得罢阳 订阅文年会 对罢队 三位 内容 参加阅文年会 汇叶